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说说有关字幕的事情 因为不断的有朋友留言说的没有看到字幕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 所有有关宋朝的都是有字幕的 以前的视频节目也大部分都有 你可以看看那个视频下面有没有CC字样的 如果有的话那就说明都有字幕 如果说您还是没有看到字幕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是您YouTube上的设置上没有打开字幕 您只要点击屏幕的右上角那个竖的三点 然后选择字幕 然后选择中文 如果是英文的话 您就选择Captions 然后再选择Chinese就可以了 为什么在节目开始就说这事呢 主要是有些朋友呢 看完视频以后 看了没字幕的视频以后 才给我发信息说没有字幕 这样的话 其实他已经错过那些字幕了 这不光是您的遗憾 也是我的遗憾 因为毕竟制作一个字幕呢 也要耗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呢 还是希望您能打开字幕 这样的话咱们都没有遗憾 好的 现在呢 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今天想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呢 发生在北宋的置评年间 这一年的宋神宗刚刚登基 这一天呢 突然御使蒋芝奇走商店 向皇帝呈报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 他要弹劾一个人 谁呢 欧阳修 他弹劾欧阳修什么事呢 这个事情太大了 是说欧阳修乱伦 与儿戏无事有染 蒋芝奇呢 就跟皇帝说 说这件事情啊 欧阳修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希望皇帝要昭告天下 让天下人都知道欧阳修的禽兽面目 皇帝呢 当时是不敢相信的 第一啊 欧阳修是三朝的老臣 他辅佐过仁宗、英宗 现在又要辅佐他 这时候呢 欧阳修是参知政事 相当于副宰相 而且呢 他又是一代的文坛领袖 是一代宗师 除此以外啊 宋神宗呢 对欧阳修呢 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那是什么呢 那是因为啊 如果没有欧阳修 没有韩琪的话 那么他的父亲宋英宗 赵蜀就做不了那个皇帝 没有他父亲做皇帝 自然也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所以呢 宋神宗是不希望欧阳修出任何事的 神宗皇帝呢 就问这个蒋之奇 说你这消息是从哪来的啊 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蒋之奇就说呢 这个消息呢 是我听说的 至于从哪听说的话 你别问了 你问我也不告诉你 不说不说就不说 宋神宗呢 也没办法 于是呢 就把这个诉状呢 发到了疏命院 因为神宗皇帝知道了 如果发到疏命院的话 欧阳修肯定会看到的 欧阳修是参之正事嘛 果然欧阳修看到了这副 诉状以后呢 什么也没说 起身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呢 欧阳修呢 就马上写了一幅奏章 送递给了皇帝 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 像乱伦这种事情 与儿息有染 这种事情啊 是罪大恶极之事 罪不容输啊 太仇恶了 说这种事情就是大恶 说如果我做了这样大恶的事 那我应该受到严惩 同样 如果说我没有做这样事情 非有人诬告我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就是天下最大的冤情 如果我有了罪恶 没有受到严惩 或者说 我有了冤情 没有得到申诉的话 这对于我们的王朝来说 对于皇帝 你本人来说 都是不好的 说明咱们的政治不清明 说明您皇帝糊涂 所以呢 我申请啊 一定要派一个诚实的大臣彻底调查这件事情 还我一个清白 在这段期间呢 我就不上朝了 我不上班了 我罢工了 神宗皇帝收到这个奏章以后呢 也觉得非常的难做啊 于是呢 他又把这个蒋芝奇叫到店前啊 说你必须要跟我说 你到底这个消息从哪来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后来呢 蒋芝奇呢 这个没扛住啊 就说了 说我这个事情呢 我是听我的领导说的 我的领导叫彭思勇 这个彭思勇啊 当时是御史忠诚 是薛芝奇的顶头上司 于是呢 皇帝呢 就把这个彭思勇叫到了店前 问彭思勇 说你这消息又是从何而来呢 彭思勇呢 也是那句话 我这消息呢 是我听说的 至于谁告诉我的 我岁数大了 记不清 哎 你也别问我了 你问我 我也不说 不说就不说 皇帝呢 也没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在北宋啊 或者说不光是北宋 在以前朝野这 有一个对台建官来说 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庇护政策 叫什么呢 叫封闻言事 就说台建官可以根据一些传闻就可以往上递一些折子去谈和谁 这叫封闻言事 他并不需要有确凿的证据 这样的好处在哪啊 就说 严路就打开了 这建官绝对哪不合适了 哪怕只是听说他不用去搜集证据等等等等这么麻烦 就先直接把这事捅上去让皇帝去查 而且如果说你要非要找到证据的话 那就可能涉及到那些能不能这个保护好这个证人证据啊等等等等好多问题 这样的话 如果都做完美的话 那么可能最后这个台建官什么事件做不了了 于是呢 就有了这个封闻言事 又叫封闻奏事 应该是从南北朝的时候就有 在唐朝宋朝 以及后来的明清朝都有这个政策 所以呢 这位彭思勇呢 就觉得有点有恃无恐 说有封闻言事这个制度 这个你皇帝也怎奈我何 你要是非要让我说的话 你就是在阻塞严路 你阻塞严路这罪过 你当起我当不起 我如果告诉了你 我实际上就是在阻塞天子严路 这个我是作为御史忠诚啊 作为严路的长官 我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所以特别义正词严 大义凛然的就跟皇帝说 神尊皇帝呢 还是不甘心 说这件事情呢事关重大 你状告的是国家二品大员 说你必须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 要不然的话就是你诬告 这彭思勇呢 就说那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 那你就算我诬告好了 您就撤我的职 降我的罪吧 反正我不能做阻塞严路的事情啊 你问什么我也不说 你打死谁我也不说 不说不说就不说 然后皇帝就急了 说那这样的话 那我就罢了你吧 于是呢 就把这两位御史 一位御史忠诚 一位御史 这俩人都给贬关了 把这个彭思勇啊 贬到了一个地方 做了一个支州 把这个蒋之旗呢 也贬到地方 做了一个收酒税的一小官 这件事情呢 神宗皇帝觉得呢 就算是给了欧阳修一个交代了 于是呢 他就给欧阳修下了一道不算旨意吧 就是告诉欧阳修 说这件事情啊 已经平息了 他们说的呢 我也在朝台上跟大家说了 说这件事情子虚乌有 瞎扯 然后呢 这两个人呢 我都给他们贬关了 都给别人都给轰走了 你呢 就回来上班吧 啊 什么事都没有了 可是呢 欧阳修呢 就说我老陈不能回去上班了 说这事儿 您说完了 可是呢 这个舆论影响呢 还是有 而且等于也没有辨明清白嘛 而且这种事情也很难辨明清白 于是呢 欧阳修呢 就说要不过你把我也贬吧 我也不在这个朝廷中书里头干了 你也把我贬了吧 我也不想在这儿熬了 欧阳修啊 可能是心里有千万苦啊 想想在当年的人宗朝时期 他就因为类似的事情被人弹劾 就是当时欧阳修的道声案和侵吞他人资产案 欧阳修我没想到过了几十年 他都六十多岁了 居然还有人拿这事儿来告他 他心里也是苦啊 苦啊 而且啊 这样屡次三番以后啊 他也觉得自己在朝堂内啊 是脸面无存 于是呢 自己到下面去工作呢 可能呢 倒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后来呢 宋神宗呢 权横利弊 也觉得也是 确实也太难为欧阳修了 于是呢 就颁布一道旨意 让欧阳修呢 到伯州 安徽的伯州做了一个支州 但是呢 是以一品大员的待遇去的 所以关节呢 并没有降 一品大员 而且还是生了 这样呢 欧阳修呢 就又一次的离开了权力的中枢 离开了东京汴梁 到了伯州 从那以后呢 他就开始变得淡薄名利啊 自称六一居士 过了几年以后 也就抑郁而终 最后就死了 嗯 欧阳修的这一生呢 也就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再回头说说这个所谓的乱文案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啊 欧阳修是不是真的做了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 我觉得啊 十有八九这件事情是误告 为什么呢 因为举报这件事情的人和他的消息来源 所有有关系的人跟欧阳修之间都有私怨 所以呢 这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件事情的公公正性和客观性 后来啊 这件事情的消息来源最后终于是查清楚了 这件事情啊 是彭思勇听他的一个老乡说的 他老乡叫什么呢 他老乡叫刘锦 这个刘锦啊 当时也是在朝中做官 这个刘锦呢 可不是那个明朝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锦 虽然说同名同姓 两个字都是完全一样的 但不是一个人 既然提到了明朝的太监刘锦 那么 咱们就不能不稍微的跑一下提议 说说这个刘锦 这个太监刘锦啊 是明朝正德年间 正德年间呢 就是明武宗的时候 这明武宗呢 正德皇帝呢 是明孝宗的长子 是明孝宗跟他的一生的唯一所爱 张皇后生的儿子 这明武宗啊 就不像明孝宗那样靠谱 这明武宗就是一个不招五六的这么一个皇帝 是明朝所有奇葩皇帝中的奇葩之一 这刘锦啊就投武德皇帝所号 为他建了一个著名的暴房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暴房 这暴房里呢 有没有暴还真有暴 有一只野暴 还有三只算是不算是野暴吧 算是家暴吧 就是不是家暴啊 不是那个家暴 总共就四只暴子 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的就都是美女 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小男孩 还有成年的男性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这个到暴房里真是非常的污浊 这刘锦啊 还让一个叫江宾的人 也是下面的一个小官 帮他四处搜罗民间的美女送到暴房 供这个正德皇帝享用 这正德皇帝啊 一生下来 就觉得自己是个神武大将军啊 他呢 当皇帝还觉得不甘心 非要把自己降职 当成一个兵马大元帅 天天就想着打呀杀呀 终于有一天呀 他去打杀了 然后得胜回朝 过条河的时候呢 非常高兴呢 想体验一把打鱼的生活 然后他就撒网打鱼 结果呢鱼没打招 他自己吊水里差点喂了鱼 捞上来以后呢 就得了一场大病 后来没多久呢 就在暴房里头家崩了 身后呢 一个孩子都没留下来 你说这正德皇帝多不靠谱 他最后的日月还是在暴房里头 他是嫌自己死的慢的 正德皇帝死了以后呢 那位张太后就非常的气愤 就把这一切的罪责 就归于这个刘锦和这个叫江斌的这个人 他们两个人蛊惑皇上 你又皇上淫乱 于是呢 就把这个刘锦呢 出了凌池 这么一个非常严酷的刑法 历史上记载啊 这个刘锦呢 最后是被刮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据说他第一天的时候被刮了三百多刀 据起的情形我就不描述了啊 反正非常惨 但是刘锦呢 这命还挺硬啊 刮了三百多刀以后呢 还活着 喝了两碗粥 晚上喝了两碗粥 第二天又被刮 然后刮到半途就死了 但是最后他死了以后 也依然刮了三千三百五十七刀 一刀不少 当时城内的百姓也非常恨这个人啊 大家是分食其肉 这个情景呢 我也就不多形容了 还有那个叫江斌的人啊 也是被张太后处于了折刑 所谓折刑呢 就是也是很惨吧 就是比车烈还要更加惨呢 我就不能具体形容了 反正是让你尸骨无存 就这么一个刑法 也是非常痛苦 又非常的残忍的一个刑法 这里呢 我想跟大家特别说一下 古代人呢 是以孝为先 他们认为呢身体发肤瘦之腹 所以呢 他们即使死了 他们见他们的祖先的时候 他们还要有自己的这个全部的身体 一件也不能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大家看那个评书也好 看电视剧也好 经常有一句说 你要投墙的话 我就留你全尸 大家觉得可能这话你说跟没说有什么区别 我头不头墙不是都一样都是死吗 但是对古人来说这个区别可太大了 为什么他这句话有一定的诱惑力呢 就是因为古人有时候他怕的并不是死 他是怕的死了以后无颜见他的祖先 见他的父母 无颜见江东父老 他如果以这种身体残缺的身体少了零件的身体去见他的祖先的话 那是大不孝 所以呢 这是比死还可怕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的刑法中有那些比较残忍的 比如说灵池啊 比如说刚才说那个折行啊 或者车裂等等等等 或者腰斩呢 这都是让你的那个身体不能够保持一个完整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对不仅仅是对周围的人 对后世人是一个警示 是一个震慑 更重要的还是对这个人的惩罚 实际上是更一步的加重 这跟古代人心中那个笑的观点是很有关系的 这我就又插了一句啊 跑题之外的跑题 好的 跑题完毕 咱们继续说说这个宋朝的刘锦 这个刘锦呢 他的父亲的叫刘炕 以前是仁宗时期的一位宰相 做过参知政事 也做过同评章事 他和欧阳修 他们都是江西人 是属于老乡 欧阳修那时候刚刚进入官场的时候呢 这个刘炕呢 对欧阳修是有提携之恩的 当时欧阳修呢 只是在地方呢 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小官 是刘炕呢 把他提拔到了权力的中书 东京汴梁 让他编转这个新唐史和新武代史 由此呢 欧阳修呢 就进入了权力中书 开始了他以后的辉煌的官路 刘锦呢 后来中了进士以后呢 也是同朝为官 按理来说呢 这三个人呢 都是江西人 都是同乡 自然应该互相照应 但是有一件事情 让刘锦对欧阳修非常的不满 什么事呢 是那年刘炕病故了 当时呢 皇帝呢 按照习惯呢 要给他发一封诏书 对他的人这一生啊 做一个褒奖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巡礼吧 就是做这么一个诏书 然后当时的支支告 支支告呢 是一个官衔 具体做什么工作呢 做的就是草拟圣旨的这份工作 当时的支支告有个叫张规的人 他就写了这么这份诏书 然后呢 送到了刘府 这刘锦看完以后啊 非常生气 这份诏书里对着刘炕啊 冷嘲热讽 一点不像一个褒奖的意思 所以呢 刘锦呢 就非常气愤 由此呢 他还迁怒到了当时的张规的顶头上司 就是汉林学士兼支支告欧阳修 他是这个草拟圣旨的这个部门的头头 最高领导顶头上司 刘锦呢 就是说这个本这样的诏书出来 你欧阳修难道就不知道吗 你当初我父亲对你如何提携 你到现在你是恩将仇报 所以呢 对欧阳修呢 就特别不满 这个刘锦呢 后来呢 还批骂带笑的闯进了韩琪的府地 当时韩琪不是宰相吗 闯进了韩琪的附近 就把这件事情说了 最后呢 韩琪调查以后呢 发现这诏书啊 写的确实是有点太不像话了 就把这个叫张规的人给了罢了官 然后呢 又重新写了一份诏书 算是安抚了刘家的人 这件事情就过去了 但是呢 刘锦呢 对欧阳修从此就开始很有意见 或者说怀恨在心了 那么刘锦又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呢 刘锦也毕竟不是欧阳修府里的人呢 他怎么会知道欧阳修的家事呢 刘锦呢 是听欧阳修的唐妻旧 一个叫薛良如的人说的 大家知道啊 欧阳修的妻子呢 是姓薛的 是当年薛奎的四女儿 顺便说一下啊 欧阳修是有点居内的 这位薛氏薛夫人呢 管欧阳修管的还是非常的严的 欧阳修的府里头是没有侍女的 别说侍妾了 连侍女都没有 有一次啊 欧阳修为已故的宰相王淡写了一篇祭文 欧阳修文才好啊 所以呢 王淡的家人呢就让欧阳修写了一篇祭文 写的很好 然后呢 王淡的家人呢 也非常感激 然后呢 就送了几套那个金制的那种茶具吧 送给欧阳修 欧阳修呢 就就推辞说 哎呀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哎 你说你送我这么好东西 我们家连那个会摆呢 这些金器啊 这些这些高贵东西的一个侍女都没有 这王家公子呢 就想那这样吧 我再送你两个侍女 于是呢 又送了两个侍女 再加上这套金器送给了欧阳修 结果欧阳修一收到这个礼物啊 当时那位薛夫人就把这个侍女给退回去了 哎 唐衣留下 炮弹退回 把金器留下来了 把侍女就退回去了 所以可见啊 欧阳修在家里头还是有点怕老怕的 这个薛良如呢 也是当时经常出入欧阳府 跟他们家走的比较近 所以呢 如果说他知道点内情呢 也不奇怪 那么薛良如作为欧阳修的亲戚 他为什么要诬告欧阳修呢 薛良如对欧阳修啊 意见也非常大 对他非常非常的不满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薛良如啊 曾经举荐过一个他的朋友做了官员 后来呢 因为这个朋友犯了事 然后呢 铃铛入狱 按宋朝的制度呢 被举荐的人犯了事 举荐的人也要承担的连带责任 所以呢 这位薛良如呢 就面临着要被判刑收监 但是这时候啊 运气特别好 正好赶上皇帝大赦 这皇帝大赦什么意思呢 皇帝大赦呀 都是历朝历代皇帝 有这么一个惯例吧 就是凡是碰到一些好的事情 或者特别起庆的事情 皇上呢 通常的都会大赦天下 如果你有罪的 就可以罪减一等 有的呢 罪不重的就可以无罪释放 这个薛良如啊 预计特别好 正赶上皇帝大赦 他呀 如果按照大赦的条例呀 他就可以无罪释放 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这时候呢 欧阳修呢 就给皇上禁言 说不能因为这个薛良如 他是我的亲戚 就给他释放啊 说这个我们还是要 不能寻思 说建议皇上 还是把他该法办就法办吧 这皇帝呢 也觉得欧阳修 大公无私 也是给他一面 于是呢 就把这个薛良如呢 罢了官 所以薛良如啊 对欧阳修是非常非常的气愤 说我出事了 我没让你搭救我 是皇上大赦 我是在大赦的范围内 最后你还从中作梗 让我最后官也没做成 所以他对欧阳修啊 意见更大 非常的不满 恨死他了 好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薛良雍和刘锦 为什么要诬告欧阳修 那么那位蒋芝奇和那位彭斯勇 他们为什么搅和进来呢 这个蒋芝奇啊 说起来 他是被欧阳修举荐 才当了这个御史的 这还要回到咱们在前两期视频中提到的 赵宗石登记以后掀起的那个溥仪之争 当时呢 欧阳修跟韩琪呢 是坚定的站在了赵宗石这边 拥护赵宗石 把他的生身父亲 赵仁让 拥为皇考 就是皇帝 而大部分的言官见官啊 都非常的反对 因为不管是从各方面来说 这样做都是非常非常不合适的 可以说是大逆不道的 但是欧阳修 韩琪呢 还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 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最后呢 坚持把这个溥仪之争啊 做到底 最后结果 大家都知道啊 所有反对的都被欧阳修韩琪轰到了外地当官的了 所以呢 这个浴室台基本上就全空了 于是呢 就补充进来新鲜的血液 这个时候 这位蒋芝琪就是被欧阳修在这时候推荐进当的浴室 但是啊 也正是因为这个溥仪之争啊 欧阳修跟韩琪把朝廷中的大部分的官员都得罪光了 他们这样一意孤行啊 实际上就把自己逼到了所有百官的对立面 这位蒋芝琪啊 也慢慢的发现了这一点 他也预感到 如果有一天欧阳修倒台的话 他也一定会跟着倒台 因为大家都会认为他跟欧阳修是一党的 所以呢 他总想找机会撇清与欧阳修的关系 现在呢 正好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呢 就是这位彭思勇 有一天故意在御史的会议上提到了欧阳修这件事情 但是呢 他也说啊 这件事情呢 大家也不要去告告也告不倒欧阳修是什么人呢 咱们怎么能搞定呢 哎 就说这几话 因为彭思勇其实他非常清楚 这位蒋芝琪正在找机会 实际上他是把这把刀递到了蒋芝琪的手里 让蒋芝琪去炸出去 蒋芝琪呢 果然就这么做了 这就是蒋芝琪为什么要状告欧阳修 那么彭思勇又为什么呢 那就更简单了 彭思勇就是当时御史台仅存的几个人之一 他当年就是反对蒋芝琪之争的 但是呢 因为各种原因 他没有被轰走 还留在了御史台 而且还做到了御史中成 这时候他就是一个机会 他对欧阳修倒不完全是私恨 而完全是出于公愤 现在这四个人为什么状告欧阳修的动机 我想大家都已经搞清楚了 另外补充一点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芝芝告写诏书 引起了刘锦的不满 这件事情呢 当时呢 我是想跑一下题 所以说这个圣旨 一道圣旨是怎么最终下发出来的 其中要经过几道程序 几道关节 这圣旨是不是就像咱们经常看的电视剧 那么一说 皇上就下道圣旨啊 你去死吧 然后呢 臣子就说行 我这就去 不是这样的 圣旨 一到圣旨啊 作为国家的最高的行政命令 那个程序是非常复杂的 作为一个君主呢 也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可以随随便便的就做出什么决定 但是这个跑题的内容呢 有点太多啊 鉴于咱们刚才的视频节目中已经跑到了明朝 如果再跑的话 一来呢 是担心我可能回不来 二来呢 也是时间问题 所以呢 我有一个想法 也是采纳了一个观众朋友的建议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要把这个跑题内容啊 单独做一个小视频呈现给大家 大家呢 也可以看完这个节目以后呢 再看看另外的小视频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圣旨的这个颁发的程序 这个结合以前我讲过的三省六部制 你看以前的三省六部制呢 我是在讲到那个贺利华庭那部剧里 讲到那个李伯舟为什么这么硬气 的时候就提到了三省六部制 大家也可以回去翻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 你看这个一不留神 就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广告 现在Frank不光会跑题 而且还会做广告 好的 跟大家开个玩笑 请大家呢 有时间的话 看我那个附属的小视频 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正题 那么如果这四个人都是动机不纯 而诬告欧阳修的话 那欧阳修冤不冤 我是这么觉得 冤也不冤 怎么讲呢 冤呢 是因为很简单 这四个人的动机不纯 而且事实也并不是很清楚 所以欧阳修因此下野确实有点冤 不冤又在于哪呢 不冤是在于欧阳修的一贯的言行 为这些人提供了口识 不可否认啊 欧阳修确实是一位大家 他在好多方面都是可以说是领军者 比如说 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他又编过新唐书 新武代史 这两部书都是编入了25部正史之中的书籍 在历史上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同时呢 他擅长写词 他的婉约词与燕书齐名 被称为欧燕 而他的散文呢 又与黄亭间词名被称为欧皇 同时呢 他还写过一篇秋生妇 被后世的胡适先生评为中国四大名妇之一 他还有很多快智人口的诗啊 词啊 散文啊 散文比如说醉翁亭记 这个大家相信都很熟悉啊 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 而欲之久也 在欧阳修的诗句中呢 还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名句 比如说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还有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还有那句人生自是有情时 此恨不关风雨月 写了很多呢 非常美的词句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啊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除了诗词以外呢 还写的一首好文章 他写的那个彭党问 当时也是轰动一时 总之啊 欧阳修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人啊 从各方面来说 他都是 是可以称为大家 但是啊 欧阳修一贯的品行呢 却经常被人诟病 当年呢 就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厌词啊 所谓厌词呢 就是也算是花间瓷派的一种吧 主要写女孩子的那个崩情啊 等等等等啊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业 但是欧阳修呢 确实写了一些让人很难相信 这是欧阳修写 比如说 他写过一首词叫最蓬莱 还写过一首词叫望江南 这最蓬莱啊 就写的非常非常的轻条 嗯 很轻浮 嗯 这个词写出来 如果他不署名是欧阳修写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 应该像是刘勇这样的人写的 因为刘勇他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嘛 是吧 他就擅长写这样的词 而且他也不是官场中人 所以呢 他写这样词呢 大家也觉得不奇怪 但是你欧阳修作为一个 呃 在官场中人啊 属于主流的人物 你写这个东西的话 就让人觉得有点和自己的身份不符 他写的那首望江南 也是当年他被控告道声案 就是和外甥女发生关系的那个案子之中 被人举证的那首词就是望江南 就是写的一个幼女的神态啊 举止啊 词中呢 让人觉得是有挑逗的意味啊 反正感觉确实不好 我就不在这念这词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 叫望江南 而且关于在仁宗朝那起的道声案 说他跟外甥女通奸的案子 最后呢 是查无实据 就这么给撤销了 算是还了欧阳修清白 但是呢 他侵占张氏财产案最后还是被坐实了 这个是有充分的证据的 不管这件事情当初是不是欧阳修受益干的 但毕竟这个侵吞他人财产这个案子确实是证据确凿的 欧阳修呢 也是因为这个案子最后呢 被判处离京 然后到了除州 就是写罪翁亭记的那个除州 在那儿呢 当了一个支州 又自号罪翁 都是因为那件事情而起 而且即使是这个道声案 当时是还了欧阳修的清白 但是呢 这件事情呢 也是最终也是疑点重重 第一呢 是欧阳修在之前写了很多描绘这个小女孩的那些词句 让人觉得呢 他家中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而且欧阳修还特别喜欢 后世的胡适先生呢 曾经对欧阳修这个案子也做过一番调查 根据他所调查的结果 胡适先生也认为这件事情依旧存疑 欧阳修并不能完全说自己是清白的 这是从欧阳修的一贯品行上来说 所以说呢 他受到诬告呢 并不冤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封闻言事 看起来好像欧阳修被这些朴风捉影的事情诬告 实在有点冤 但是呢 想想以前欧阳修的所作所为 又不觉得他冤了 想当年他是怎么对待狄青的 当年呢 他是给皇帝上了一个万言书 就隶属了狄青的不是罪过 狄青没有什么错 他只是说 当时正赶上连日暴雨 当时京城岭发生了水灾 这水啊 把城门都给吹倒了 于是呢 这欧阳修呢 就上了一个万言书 万言啊 到底是大文豪啊 一提笔就是一万言 就说这个狄青啊 是武将 武将呢 和水一样 在阴阳五行中啊 都属于水 都属于阴 所以呢 这个大水呢 一定跟武将有关 而狄青呢 作为疏密使 又是武将之首 那么这个大水呢 一定跟狄青有关 这是什么逻辑啊 然后又说 以前呢 年年也发大水 从来没有推倒过城门 这次呢 就是因为狄青 做了疏密使长官 所以呢 城门就被推倒了 这一切都是狄青的错 所以呢 皇上呢 一定要罢免狄青的疏密使 这个职务 不能让他再长兵了 在欧阳修的眼中啊 这个武人呢 就是小人 就是他说的君子小人嘛 他不是写了一个彭党论吧 隶属君子与小人 说起彭党论啊 我还要多说两句 当年的庆立新政 为什么最终没有成功啊 除了有外部原因以外 就是当时的西夏兵啊 辽国又开始进犯 所以呢 不得不终止了这个庆立新政 其实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 庆立新政呢 大家看到史书上评论的 都是说为什么失败呢 就是因为啊 触犯了一些那些大地主豪生们的利益 受到了反对啊 有准备不足等等等等啊 其实我认为最根本原因啊 还并不是在于这些豪生们 大官们的阻扰 其实啊 这一切都应该是在人宗皇帝的考虑范围之内 他在准备推行庆立新政的时候 他就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肯定会触犯这些人的利益 肯定会受到这些人的反对 这是极为正常的 那为什么最后还没有实行下去呢 关键的原因 庆立新政只执行了一年半的时间吧 关键原因是人宗不想搞下去了 失去了人宗的支持 那么庆立新政肯定最后的结果就是太子服众 肯定就执行不下去了 那么人宗皇帝为什么最后就不支持这个庆立新政呢 就是因为彭党二子 人宗最担心的什么 最担心的 除了这个百姓的疾苦以外 作为一个皇帝 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江山能不永固 是不是有人会窥伺他的宝座 这是他最担心的问题 所有的皇帝都是最担心的这个问题 而欧阳修这时候提出了彭党之说 他就说君子彭是因为我们的志向是一样的 小人有彭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等等 就把这个人分成了君子与小人 他自己当然是君子 其他的跟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就是小人 所以呢 他把自己就标榜成了君子党 而作为一个皇帝来说 你不管你是君子党还是小人党 你只要是党 皇帝都很担心 因为他最担心的就是你这个作为一个臣子 你最终考虑的不是我江山的利益 不是我大宋朝的利益 而是你所在的党派的利益 这个是皇帝最担心的 所以最后当欧阳修明确的提出 我们就是一党的时候 很快人宗皇帝就撤销了对这个庆立新政的支持 也最终导致了庆立新政没有执行下去 所以应该总结说 范仲淹当时找了欧阳修就是找了一个猪队友 哎呀 又跑题了 咱们再回到狄青的案子上 欧阳修呢 就跟皇帝说 说狄青啊 他是五官 五官将来即使他没有什么错 因为狄青确实没有做任何措施嘛 即使他没有不是错 将来如果机会成熟 他也可能犯错 这叫有藏祸之心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后世南宋的时候 秦桧陷害岳飞的那个莫须有的罪名 实际上是完全一样 就是你没必要有什么罪过 你可能有或者你有这种潜质 我就先把你治罪 这个是什么样的国际 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 最后呢 狄青呢 也是因为欧阳修的禁言 最后呢 被贬到了地方 最后抑郁而死 所以啊 从这角度上来说 欧阳修呢 今天受此冤枉呢 一点也不冤 就在于呢 你当初是怎么对待别人的 你也是用这些毫无根据的猜测 就去诬陷一个当朝的大员 那么今天你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也算是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吧 好的 以上呢 就是关于欧阳修在他的晚年遭遇到的这起指控 另外呢 还要再补充一句就是关于这个封文言士 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其实是有好处的 在宋朝刚开始实行的时候 也是有好处的 最大区别在哪 就是仁宗以后的那些的阎官们 已经不是皇帝亲自挑选的了 仁宗期间的那些阎官都是什么人 比如像蔡湘 还有那时候的韩琪 还有半中烟 就这些都是刚正不阿 在品行上无缺的这些官员 让皇帝亲典为台阶官 但是到后来实行新政以后 新党上旧党上 谁上了以后 台阶官都是自己的人 这些人呢 也不是皇帝选的 而只代表各自党派的利益 到最后结果 就是台阶官的封文奏事 就变成了无中生有朴风捉影 这个制度到最后就走向了末路 这是想跟大家补充的一点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再次感谢大家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